干净家园 基隆共好 基隆市政府为了打造干净家园 基隆共好的目标 特地首创 攜手包括7-11 全家便利商店 莱尔富便利超商 OKMAT 全联福利中心 台湾麦当劳以及麦味等等7家企业 在基隆的266家门市店面 建立店门前2公尺地面清洁 公厕友善开放 其楼禁言宣导以及环境知识分享站等 新的四大合作伙伴关系 邀请七大企业主管及副市长邱佩玲 市府秘书长方定安等人 在市立文化中心举办力拼成为移居城市的仪式 邀请到了各大重要的餐饮跟零售连锁的企业 共同到基隆来 大家响应干净家园 在这一共266家的这个企业的店面跟场域 很感谢他们在周边的两公尺的范围 未来都会协助我们将这个环境打扫干净 大家不要看这个周围两公尺 因为这些都是全国最著名的企业 而且在基隆有的最多的门市 所以经过了这些善心企业的参与 未来基隆 我相信让我们的环境更整洁更干净 一定会有很大的注意 在此非常感谢我们所有企业的积极参与 我们一起努力让基隆变得更好更干净 我们这次也是响应 让大家能够加入今天的启动仪式 让不论是我们的公厕可以更友善 或者是在我们店家前面的环境 我们都可以达到一个相对更整洁的一个程度 也很谢谢大家 也很谢谢所有的企业 这次很热力的来参与 环保局长马仲豪进一步表示 已经在赶制基隆市干净家园 环境友善店家的贴纸海报 4月底之前将张贴在全市这266家门市店面 请各企业主加强店门前两公尺地面清洁 及宣导民众烟地减量和公厕友善开放等目标 希望可以号召更多本市其他商家一起加入 有效发挥企业正面形象 逐步落实干净家园基隆共好的愿景 共同打造亚洲最有爱的宜居城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